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三卧道 那个报也叫账 账什么呢 账修行 卧道众生修行 比我们人道要困难的太多太多 我们为一个人讲经 或许他还能听得进去 你去为一个出生讲经 他能接受吗 他能奉行吗 你去想 困难就多了 所以为魔鬼 为地律弘法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大家晓得 地藏菩萨很慈悲 常常化身地到地狱里面去读众生 他到地狱去读哪一种众生呢 专门去读众生 生生世世 老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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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赖也是里面佛的种子 还有力量 临终一念打了个妄想 躲到我道去 不信地躲到我道去 临终之后 他没有能力出三界 必定还得要继续搞轮回 那么在他神时 没有离开他身体之前 这是金山长江的 最低限都是八个小时 神时没离开 家里的人不懂得 在他的旁边 又去摸他 又去推他 又哭又提 他生烦恼了 生成恨性了 一念成心起 过到去了 成会多敌人 家庭眷属不知道道理 不晓得死是真相 把他送到地狱去 可是这个人呢 多生多结 他有修行 他有念佛 有这个善根 地藏菩萨给他做善严呢 来度他 超出我道 地狱道能够度到我鬼道 就超生了 那就是很大的利益了 是这么一种事情 所以临终的人 那个处理要小心 从前 红化社印了有两个小册子 最早的叫赤宗精良 专门讲这个词 用文言文写 比较深一点 后来呢 依据这本书 改写成白话文 叫赤宗虚知 这个流通的很广 我们要多看看 知道遇到临终的 这个 或者是家庭眷属朋友 事道应该怎样 如法地来处理 非常重要 所以报也是这样 照耐修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